大成的说话呢 喂 英哥能听到吗 能听着说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做机械的 这个能聊吗 你说吧 就是我 我是做那个 现在在上海这边嘛 就是做那个C919的 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那天落C919是你行啥了 我也是 昨天才看到你直播的 行 然后呢 就是我们 我发现我们好像国内 好像机床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床 因为 多亏 也多亏那天你没来 你来了以后你上来 还得打我们脸 又落成机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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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嘛 因为我说是 百事实啊 我们公司几百号人啊 然后设备的话 国厂机也有 然后德国机也有 瑞士的也有 我问你几个问题 其实你就 我只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答案回答出来 你说 一套设备现在多少钱 你要分 什么设备了 就是你现在认为的 这个国产机床 这个设备 国产机床的话 就重国产 当然没有重国产 其实这个 因为系统都是人家的 系统是人家的 国内产 这个是真的 因为 重国产的话 也就只有 不是 我想问一下 哥们你是咋精神洁癖是吧 你是不是精神洁癖 就是说 就比如说 我借鉴了外国的灵感 我用了外国的技术 完了 我自己的公司产这段 就不叫纯国产 不叫纯国产 我先脏 我不乐用 你是纯精神洁癖是吧 没有 我跟你说的只是事实 就是重国产的话 就是北京金雕 北京金雕的话 也是分轴的 这个因为机械你也知道 三轴四轴五轴 对吧 然后 三轴的话 我先问你 我先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着急 表达没有用的东西 咱俩把问题问完了 你自然就有答案了 好好好 一套新的设备 国产的多钱 国产的 好一点的 就差不多连的吧 二十来个吧 好的 二十来个 对 来国产最好的 国产最好的 国产最好的 北京金雕五轴 百十来个肯定是要要的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 对我们没有 那我再问你 我自己接着问你问题 先别做总结 我接着问你 德国那套哪年弄呢 德国那套是 二零面 二零面 对 二零面弄 那时候对 德马基被日本收购了 对 好 然后那个 德国那套花多钱 700多万 700多万 然后现在假如说 但是不一样 它是五轴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 国产的 给你产一套 跟它技术一模一样的 就甚至水平上 某一些 包括什么 该升级的升级了 面板上来讲更优化了 UI上面来讲更丰富了 然后弄一套 500万 你一套吗 从你工资里先扣行不行 不是 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是你表达的意思 哥们 这套设备我在买的时候 买完了以后 它已经变成一个成本 现在在我公司里面 我要靠 我要靠未来几年的盈利 从中去把这个设备先拿出来 甚至随着设备的老化 包括它后面的维护 每一年在我的公司运营这边 都是一个成本 现在如果说就今天上午 一会儿 咱现在是0点46分 8点钟 直接我们就国内宣布了 已经做出更牛逼的机床了 比德国去碾压全世界 你比外星技术都牛逼 你掏吗 之前 不 我来 我跟你说个事实 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行业的 然后我也经常去别的厂 有时候走的厂多了 你也知道 就是北京金鸟技术 从很早以前就成熟了 对吧 北京金鸟这个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但是北京金鸟的普遍率很低的 就是基本上 我就问你 就现在换这套设备成本一套 你得从我厂子里额外出一笔钱 去换这个 对 对 是的 所以说在你讨论这东西的时候 你比如说20买的 你00年买的 你就算你用20年了 我现在莫名其妙新换设备 它是不能用的吗 所以我得换 首先我想这么问你 就比如说我用了德国工艺的机床 去产了一样东西 你是精神上洁癖 认为这东西不算国产 你说你是C919里面的工作人员 对吧 C919我们号称是国产飞机 所以在你的概念里面 如果用了德国的机床 它就不算国产飞机了 不 它是 不不不 我们讨论的只是机床而已 它非 对对 好 那你讨论机床的时候 我现在就问你 我问你个很简单道理 如果说 刚才我问你成本你掏吗 你不掏 我举个很简单例子 现在全国有这么多工业 需要的机床 有很多可能是德国的 日本的 这些机床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些机床 我们现在突然间 如果说国内 我是个生产机床的 其实国内现在是个什么问题 国内现在是 没有做不出来东西 只是什么呢 只是说有没有利润 可逐 有钱的话 啥都能做 说白了 上天都能上 对吧 那好 那我把话说完 你非得着急念那个笔稿 对不对 我现在就问你 那如果说明天 我拿全国最牛逼的 我让航天公司给你做 做出了这一套机床 精密精密程度肯定够吧 做出来以后 给全国的厂子 换机床钱你掏吗 人家那个好多厂子里面 这个机床啊 买那个钻头也好 还是轴承也罢的 他们都已经几千万 成千上百万 甚至十几年 二十年前 都已经花在那了 现在突然间要换的话 你先别说别的 就问你换这笔钱谁出 我能不能产出来 你可以后管 咱俩后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把机器摆在这 谁出这个钱 如果不出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算产的出来 就没有市场 对吧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吧 是个先有机 先有弹的道理 因为你不可能掐齐了 说明天统一换 对吧 我铲出来以后 就现在咱俩是个厂子 咱俩具备这个技术 铲出来卖给谁 很多人情况跟你现在一样 二零年也好 明年也罢 今年也罢 就算从此时此刻 我铲出来了 也只能说从今 从我现在往后 这些客户 才有可能 有我分的一杯 而现在的这些产业 是什么产业 是朝阳产业 还是西洋产业 他们还具不具备 未来能换机床的实力 现在这些 能涉及到机床的这些产业 是不是走一个进一个 走一个进 还是在无限多开 这可以从某种 异地厂来讲 叫重工业了 哥们 这种工业上面来讲 是在遍地开发吗 不是 很多厂子都是 前脚的人倒出来 后脚 连人在厂子里 设备都变成传承的了 就是为啥 你到最后厂子 能卖钱 完全是取决于这些设备 那我现在就问你 咱俩是个厂子 咱俩产出这东西 卖谁 咱俩不用考虑 收益的问题吗 如果不用考虑 收益问题 就像比如说 航天 火箭那都产得出来 为啥 这是国家需要的 国家会给你出钱 对吧 那我现在问你 民营里面 咱俩产这东西 卖给谁 卖不出去的话 你掏钱吗 咱俩产这些东西 存你家 放你家厨房 钻头的你家厨房 你听我说 我们是 我们是做军品的 就是他民航 919 我们是 我是做了个敬意 哥们 咱俩就别给点 老敏感 你还做军品 军品 军品会用外国机床 拿着外国机床 走数据吗 说白了 打印机都不能使国外的 你给这装什么业内人士呢 你听我说 你 你应该也在上海 八零零 我们也去八零零参观过 也去八零三参观过 不是 你参观跟你是不是军品公司 是完全两回事 哥们 别闹那个敏感的军品公司 连打印机都不能使国外的 话就给你扔在这 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他得马机 他也是有得马机的 但是他得马机 等于说你买回来之后 他就把你拿到黑名单了 包括我们公司也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 他只要一挪机 这个机器他就锁住了 然后呢 然后 你 我怎么跟你说的 就是我们今年 因为C919 他不是扩产 对吧 我们又加机器了 我们加机器 如果说正常 我们加的是台湾 下面还有军品 真有用德国机床 大哥那是产零件的 那是产零件的 好吧 你德国机床 厂的是精密钢管 钢管拿出来以后 干啥用的也不一定了 对吧 这个我知道 你那是产零件的 我说实话 纯军品像歼20这些 肯定是国产机 你打住吧 快别给我烙敏感的 哥们就你这 就你这哼吃啊吃的 你还整上歼20了 烙的全敏感的 一会儿又因为这个抬走了 你就切记 咱俩现在如果从商业角度谈 就这么一件事 咱俩拿出来卖谁 这些厂子如果替代公司 换成我们的货 要花这些钱 谁愿意掏 还是咱们能找着银行 去给人担保 去贷款 人家愿便便便 凭什么要换 这个肯定是要用老机床 因为如果是转 就是说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哥们 你打住 你把你个大足够的嘴 你个老太普西 是大嘴闭一会儿 听听人家问的问题 我现在就问你 咱俩现在是个公司 咱俩像假设技术 能超过德国的 咱俩像产出来以后 卖给谁去 谁凭空要花几百万上千万 去换咱俩的机床 成本谁来掏 国内这么多厂 都能用得上的 甭管军品也好 民用品也罢 对不对 我就问你 谁会掏这个钱 去重新换这个 还是现在有大批量的公司 作为工业生产 大批量的公司进了以后 买机床 全都买德国的 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市场 咱俩现在要投资多少钱 才能干这个事 简单吧 在你超超没有国产的时候 他如果作为一项生意 哥们他有收益吗 他的收益在哪啊 说白了 人家那些厂子 都已经早就买完这机器 每年交他的维护费用 你甭管是请人 德国工程师 还是怎么着的 有他们做售后的地方 每个月 每年只需要花售后的钱 就可以了 对吧 床子已经买完了 现在有人跟着摆着 而且我们现在 不是主做这种重工业 没错吧 嗯 那好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个厂子 前一波撤了 这个机床 直接换个头 下一波就能卖 现在市场上 现在卖二手 德国机床的有多少 就厂子关掉的 你看了吗 我知道这个蛮多的 为啥多呀 没有人愿意做这种 重工业投资的厂子了 就这么简单 是它不符合市场定律 那现在就是 咱俩如果能产得出来的话 或者咱俩技术不行 咱俩先投五百万 整个科研室 咱俩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从材料上来讲 咱们地的一系列 咱们把它升级成 最牛逼的机床 然后拿出来怎么着 拿出来怎么着 拿出来国内 能说我两千万三千万 买的这套设备不要了 不要扔它 全都给我练了它 练了以后 都给我当拐棍 对不对 不要了 这套不要了 换成你的可能吗 那咱俩的货卖给谁 就咱俩现在是个厂子 咱俩有这实力卖给谁 我问你 对对对 而绝对核心的东西 是怎么做的 绝对核心的东西 拿德国机床做 不不不 这个不可能 那不就完了吗 那不就完了吗 答案不就有了吗 有需要的地方 是做得出来的 民生方面的问题 拿它当买卖 做东西没有市场 所以没必要做 就这么简单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做它以后 我卖给谁 我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给你整这么多人 我卖给谁 因为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去 就是也去外边 就是有时候就去 就是溜达一圈 然后基本上都是什么 法兰克什么三菱 基本上等于说 在2000年初 就是被人家霸占了 在2000年初 甚至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作为这种 就是重工业 很多工 很多那个时候买的设备 都是从那个时候买的 就是20年到30年 到现在 20年到30年的 这些设备的时候 30年前 我们确实是没有的 实话是说 当时说 当时我们有 我们卖不出去 当时确实没有 甚至我告诉你 10年前之前 都没有像样的 对 因为我从16年就开始 10年之前 都没有像样的 甚至都得是 快接近20年的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才有 实话是说 但是此时此刻是有的 但是什么道理呢 人家把设备都买完了 1000万也好 800万也罢 这是人家投厂的成本 东西也跟着摆着 不可能 莫名其妙把厂子 设备全给我撤 全给我扔了它 炼成铁 不要了 卖废铁 然后现在我重新买一套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就算今天开业的市场 我们有没有必要 因为这东西单独去开一个牌子 说咱俩弄一个机床 比德国都牛逼的 全宇宙 全银河系 最牛逼的这个机床 你现在开始卖 就给国内 你能卖出几个去 简单吗 现在除了中国 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 感受能产出重工业的 不 我知道 因为我说实话 这个坐机床 不是说 这个因为门槛就在这 门槛就在这 但就是个先有机 先有弹道理 那怎么着 我先耗资800个亿 我先给这耗着 东西我先出来 我出去打广告去 哪个国家 非洲有重工吗 德国就天天这么 圈牛逼 德国有重工吗 德国 感谢阳光少年跑车 德国重工 使你产机器吗 简单吧 因为在我们 因为在我和我们同事的 那个认知中啊 就是说 好像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 就是说 他也矫情 我说实话 说是就是 那矫情啊 人家 你有先进东西 先说人家用不用 咱抛出 抛出机床呢 新能源行不行啊 你跟我们买技术 像我跟你买光刻机 是对吧 你买个技术 我给你技术指导 你问他干嘛 他宁可不玩 他宁可他 原来他高举环保大企业 对吧 要走新能源政策 往他们研究出来 他宁可退出 退出环保协议 他也不给你 他也不给你去 按照你的路来 因为你要收我钱了 我收你钱行 我收你技术指导 指导技术费行 你要反过来收我 我就不玩了 就这么简单 摸啥呀 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产出来以后 你只能在国内卖 国内现在这些厂子 都已经有 有设备了 谁来换 只要有利润 我知道你这玩意 只要有钱赚 但凡那个 但凡那个回报率 按照做生意来讲 投资回报率 但凡能超过百分之十 一定有人会做的 多少钱都有人投 关键就是 你告诉我 你做一个这场子 连科研的技术 在专利 在人 在场地 你告诉我得花多少钱 一年能卖出多少设备钱 你就做吧 哥们 如果你能做出一个 高于百分之十年化的 我给你找投资 明天让我们成立一个 打死德国进攻的 你出来说吧 有道理 没有的话 你跟这滚个什么牙 我也想过 滚出去站 你想过 到外面站的 你想过 你现实 你现实 你个广东 你住旅客金盆的 你是 你现实住旅客金盆的 下面的破房老弟 啊 赚 赚那个爱国流量 哥们 我那句话 牛逼你也赚 要不要请你上来 你上来给大家讲 帮着大家面说 牛逼你也赚 红鼻子 绿鼻子 现实看你长啥样 我认为你 感谢观看